先议员许子方针对提出米伦断层戴上 老旧大楼民宅及机关建物耐震能力 划设范围补助老旧大楼及公司建物耐震补墙 及奖励老旧建物重建 另外震后提振观光方案 也请县府能够提出对策 从事地方观光经济产业 04013和0123大地震 造成米伦断层高楼建筑物倒塌 先议员许子方表示 希望县府能够提升米伦断层 带来老旧的大楼 民宅以及机关建筑物的耐震能力 规划范围补助老旧大楼 以及公司建物耐震补墙 以及奖励老旧建筑物的重建 另外针对地震之后提振观光的对策 也请县府能够加以规划 我们灾后在这个重灾区的部分 那是不是做一个范围式的 来通盘来检验这个建物的 是否安全 然后还有已经一个多月了 但是我们的地震还是常常有 然后在上一周还有近六级的地震 所以在这个灾后的检验的部分 评估的部分还要请建设处 建设处还是要再继续来做评估 紧急的评估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地震是哪时候过来 然后在灾后振兴的部分 不管是地方 不管是经济灾民 我们都希望这个赶快 赶快有观光客来 但是赶快有观光客来 怎么去推 指方也建议这个观光处 是不是要做短期 中期跟长期的一个推划 让这个全国的民众可以知道 其实花莲还有很多的地方 是可以来游玩的 现时期的方表示 正后振兴 县府观众处在年展振兴作为 暑假活动的规划 以及旅游相关行程的对策 另外使用牌照税 房屋税 气税 地价税 土地增值税 樱花税 娱乐税 填付等等 也希望地方税务群能够停征 共同来度过地震灾害的难关 记得喜欢广州老